双手环抱一大台冷气 双载机车摇摇晃晃离开现场 不到一个礼拜同班人马剑 实随之位再次登门醒气 他在看监视器 这回两人各骑一辆机车 左右观察监视器 还弄翻保力龙 声响惊动还没下班的老板 里面听到有声音 我就猜说是不是又回来偷了 他真的被我猜中了 新北中和这间冷气行 不到一周内遭萧小连两次上门 第一回窃贼合力偷走一台 价值三万多元日本压缩冷气机 短短几天两贼再次上门 这回被当场抓包 老板出门一看 一名窃贼逃之夭夭 另一名倒是老神在在 躲在角落毫一阵子才离开 警方目前已掌握嫌犯 窃贼疑似是吸毒没钱 才下手行窃 老板好傻眼 直呼治安到底怎么了 今年这里就发生了四起窃案 你看我们才割几乎而已 老板表示今年短短三个月内 就发生四起窃案 不是机车遭窃 就是居民晾在门口衣服被偷 晚上一里面有收都收光光了 会安会啊大人都不行了 不要收小朋友吧 自然好像有点问题 短短的巷子 接二连三发生犯罪事件 治安亮起红灯 居民忧心忡忡实在不安 记者姚立强 范雅乔 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